王安宇在香港周生生时尚活动中风采照人。 昨天,粉丝们见证了王安宇在香港周生生的时尚活动上的惊艳亮相。 这一活动吸引了国际媒体和粉丝的关注,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夜晚,展示了顶级时尚风采。 王安宇,这位已精湛演技闻名的明星,在红毯上一席全黑装束吸引了所有目光。 这套亮面黑色西装搭配黑色衬衫和领带,彰显了他的男性魅力和神秘感。 这是晚会上最难忘的时刻之一,王安宇不仅以其帅气的外表, 还以自信的气质博得了成千上万粉丝的心,并受到时尚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这次活动也是王安宇分享其即将到来的项目并与粉丝互动的好机会。 它不仅是活动的焦点,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崇尚的现代与精致风格的时尚灵感源泉。 赵露丝在成都范思哲活动准备惊喜表演。 与此同时,在成都,赵露丝也在为范思哲的时尚活动准备一场惊喜表演。 赵露丝以其倾心美丽和多样的表演风格而闻名,总是能在任何活动中吸引众人眼球。 随着这一消息的传出,社交媒体上已经热议纷纷,预计将有大量粉丝涌向成都,期待赵露丝的表演。 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场时装表演,还是赵露丝展示其多才多艺的一个机会。 由可乐力粉丝团发起的赵露丝X范思哲,话题标签也已经掀起了社交平台上的强烈支持浪潮。 这不仅展示了粉丝社区的力量,还有助于将赵露丝的形象和风格传播给更广泛的公众。 随着活动日的临近,粉丝和媒体都在期待赵露丝的精彩表现,预计将是今年国际时尚界的一大亮点。 吃得越狠演技越稳。赵露丝大口吃肉,让多少混子一人无地自容。 在娱乐圈中,有一位独具特色的女演员,她不仅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更因其对美食的真实热爱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位演员就是赵丽颖。 她以其吃货演技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赵丽颖以其真实的表演风格而闻名,她在影视作品中展现出了深厚的演技功底,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与其他明星不同的是,赵丽颖并不掩饰自己对美食的热爱。 在公开场合,她时常展现出大魏王般的吃香,而这种真实的态度也让她在网友中赢得了高度的赞誉。 赵丽颖之所以能够将吃货与演技相结合得如此完美,其秘诀在于她的真实。 在她的表演中,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对美食的热爱和真诚,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让观众产生了共鸣。 与此同时,赵丽颖也不担心被嘲笑吃得多或者被批评吃得狼狈,因为在她看来,美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演技就是用真实去感染观众,让他们产生共鸣。 然而,对于赵丽颖的吃货演技,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人担心过分强调,吃货形象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单一,希望她能够在角色选择上多一些突破。 这种担忧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否认赵丽颖以其真实的表演风格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角色的多样性和深度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 或许,未来的赵丽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多元化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无论如何,让我们期待赵丽颖未来更加精彩的演艺之路,期待她在不断探索中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角色,用真实的表演打动观众的心。 总的来说,赵丽颖以其真实的表演风格和对美食的热爱,成为了娱乐圈中独具特色的一员。 她的成功不仅在于出色的演技,更在于她敢于展现真实的自我,用真诚打动观众的心。 愿未来的赵丽颖能够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在当今娱乐圈,观众往往看重演员的形象和外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的是演员的演技和真实性。 最近,赵丽颖在公共场合大口吃肉的照片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和支持,这不仅因为她展示了自然和真实的一面,更是因为她在不设防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展现出自我风格和独特魅力。 赵丽颖作为一名演技派女演员,一直以来都受到观众的喜爱。 她在多部剧集合电影中的精湛表演,已经证明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实力和专业性。 然而,这次她大口吃肉的行为,却带给了人们一种更加亲切和真实的感觉,仿佛是在说,她不仅是一个荧幕上的明星, 更是一个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 这种真实的展示,让观众感受到了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真诚和坦率。 这一行为不仅反映了赵丽颖自然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是对当前娱乐圈中某些演员存在的偶像包袱和过度塑造形象的一种有力回应。 在当下这个看脸的时代,公众人物往往需要保持完美的形象,但赵丽颖的这种率真的表现, 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一个优秀的演员,其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外表和形象的精心打造, 更重要的是其才华和对角色的精湛诠释。 对于一些之依靠外表或炒作话题来博取眼球的混子艺人来说, 赵丽颖的这种真实和专业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她通过自己的实力和真实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 什么是通过努力和才能获得的成就。 这不仅提醒了观众选择支持哪种类型的艺人, 也给予了其他艺人一个明确的信号,观众是可以辨别真伪的, 长远来看,只有真才实学和诚实的态度,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综上所述,赵丽颖的这次大口吃肉不仅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 也反映了她作为艺术家的自信和坦荡。 她用自己的行为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真正的艺术来自于生活, 而优秀的演技需要的不仅仅是相貌和形象, 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尊重。 赵丽颖的这种态度,值得每一个艺人学习, 也值得我们每一个观众去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